梁錦松說不要在香港買樓 星期一新舊財爺難得同場 出現在澳洲會計師公會搞的高峰會 只不過兩位財爺表現大不同 沒有做官九年的梁錦松好風騷 他上去拖到興奮兼超時 還告訴香港人 連舊財爺都叫人不要在香港買樓 而被樓市搞到好頭行的鬍鬚增 整個活動都不是好投入 上台說五分鐘夜 再坐陣無奈就急急腳快閃閃人 不知是否只地產建設商會 教訓樓市新招的意見給政府 所以早點走去想辦法 監管局總裁陳德林 都叫市民小心樓市轉跌 我只是知道現在市民去拿按揭買樓 雖然息口低是做30年按揭 有些更長一點 30年按揭 就算3年低息 還有27年高息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去量力而為 不要過份借貸 因為周期我未見過一個 只是升不會跌的周期 監管局適當時候會退出適當措施 去壓抑樓市 希望